這邊要連在一起,就會不會這樣再進去 會不會這樣再進去 OK,那我就開始囉 因為我今天要是講抽食了,大家不要趕我下來 因為我真的準備了好多東西要講 那首先,我先給大家說一下今天的順序 就是講的這個例子 我會從三個方面來介紹 就是兩岸大學生生活的部分 首先是課程,就是我們的學術、學業部分 還有在這邊的社團 然後最後就是兩岸的學生他們的性格 就是個性偏向有什麼不同 那首先就講一下課程 我出來台灣之時,就覺得 哇,這邊的課好簡單喔 就是不管是老師上課的方式 還是老師上課的這些內容 就覺得沒有那麼難啊 就是真的是相較於大陸來說好簡單喔 然後到底是不是這樣呢 我上了一段時間就會發現 欸,情況有點不太對 就是因為我發現有一個特點喔 台灣老師喜歡把這節課最難的部分 就是不講 就是說,來,在這個地方 我跟你們講這個東西存在 你們回去自己看 然後但是,就是我們的老師 我印象非常深刻的一門課 是微控制器 那個老師在上課的時候 教我們怎麼用這個軟體 寫出,你畫出一個長方形 或者畫出一個圓形 就非常簡單的三行代碼 然後我們上課上的很開心 覺得,哇,好簡單 就三行一節課 就學這麼一點點 非常容易掌握 然後在零下課的時候 他說,OK,那我們課後作業 請你們用這個軟件 設計出打磚塊的遊戲 哦,全場傻掉 你只教會了我們怎麼畫長方形 為什麼課後作業這麼其他 然後我就,那個時候就開始想 就到底兩岸教育到底有什麼 就是在學術,學習這方面到底有什麼不同 我回想了一下 因為在大陸我會覺得課程很難 是因為老師他們會把最難的部分 作為最重要的部分 放到課堂上非常仔細的給我們講解 那個時候你聽的時候 就越聽越崩潰,越聽越崩潰 我覺得老師在寫天書 就完全看不懂 但是老師真的是把這堂課 最難的地方放上課堂講 而在台灣這邊 他們就 你們就 老師們會把最難的部分告訴你們 你們如果有興趣 就自己去學 然後 所以會導致我在大陸上課的時候 就是每個同學都要 如果課程難一點就要學習很久 就每天又花大部分時間在學業上 我想說老師在這個上課講過 我們就要非常認真的複習 要重新滾遍 然後自己要掌握 而在 我在台灣這邊上課 我就覺得 老師那麼沒提 又有這個東西看一看 好嘞 然後 要準備小考的時候就慘了 因為 老師說我考的是課後作業 我們翻看課後作業 老師 你真的上過這堂課嗎 就是 所以 我想說 台灣和大陸兩種 就是 差別很大的 有個性種異的上課方式 有利有幣 然後 我想說 台灣這邊的教 就是 學術教育課程 他們比較偏重於 讓我們有選擇性的自主去學習 找到自己的興趣點 然後 你自己如果想學 如果感興趣 你就要自己去學 而在大陸 他們就會 我們就會覺得 你應該掌握非常 非常牢固的掌握一些基礎支持 要有紮實的基礎 你要全面學習 這樣就會 你未來面對選擇的時候 就會有更多的選擇 因為你的基礎都已經打好了 然後 我覺得這兩種 教育方式 又不好的地方 因為 我覺得 台灣的同學 就是 他們面對小考的時候 就非常放鬆 因為 可能覺得老師 有沒有講過 也沒有怎麼樣 所以我覺得有選擇性的學習 會讓你產生一點點的倦怠情緒 或者有一些 他們就乾脆 就放棄了 我就不學這個東西了 而在大陸 我覺得那邊的教育方式 就會 給我們造成很大的壓力 因為要學的東西 真的非常多 老師所有東西都講了 然後 所有東西都要掌握 就會讓我們產生 壓力很大 甚至會產生念學情緒 所以我就覺得 這是 兩岸的 就是差別 然後這張圖片就是 我剛才說 你的微控制器的課程 就每天課得上的 還蠻 蠻奇葩 這是我們的助教 在給我們展示 他自己 把微控制塞進 他自己買布娃娃裡面 然後來控制這個 布娃娃的動作 其實還蠻神奇 他希望我們 齊末專案是這種類型的 可是他上課真的只教我們 怎麼畫長當心 真的很崩潰 然後這個是在我們做 通訊實習的實驗的時候 我們上這堂課非常搞笑 就是 上課來了 我們拿本書 你們書上有非常完整的實驗步驟 你們參照實驗步驟 插電路 插完跑出圖形 OK就可以走了 然後期末就是 你們要用這些板子 你要具體了解他們的功能 然後把這些板子組回來 自己做一個專案 然後我們連這個板子 到底是幹什麼用的都不知道 因為我們上課只是插電路 就不知道他到底用來幹嘛的 那OK 講完學術 我們跳到社團部分 我在海大家路的 海大非常有特色的藥水社 然後我只能用一個詞來形容他們 就是 extraordinary 就是他們是我見過的最非凡 最特別的社團 因為他們真的是非常的瘋狂 我在這個社團裡 第一次跟他們出行就是打七蛋 因為在大陸我們叫做真人CS 然後這邊叫做七蛋 這也是我第一次跟台灣同學 跟他們一起出去 然後真的是一整天 我們真的是戰地拼殺 然後所有不管男生女生 身上全部都是瘀青 就是被七蛋打的 然後那天就真的是非常的 非常的情緒高昂 非常的興奮 就真的覺得這裡的活動 哇好熱情 然後這也是我第一次 第一次坐上台灣同學的機車 我真的是第一次體驗到 什麼叫做不是你開的太快 而是你飛的太低 就 完全這個速度可以 就是開機車開到把你臉吹變形了 因為在大陸大部分城市裡是限磋限電的 就已經是沒有很多機車 而且我們在路上跑的就是電瓶車 電瓶車最多速度會40就算 已經算是快了了 而這邊用開機車可以開到80 我又真的在飛 OK然後我還在這裡 我還進行了我人生的第一次浮潛 就是我潛到跟藥水社的同學們出去 看到了美麗珊瑚啊海膽啊還有熱帶雨啊 真的這是我第一次的浮潛經驗 我真的覺得非常棒 然後我在這裡還感受到了 就是台灣小夥伴們他們 非常根深地固的環保觀念 因為我們在浮潛的同時 他們就會看到海底下有一些衣拉罐 就是台皮的衣拉罐 他們都會潛在去撿上來 然後距離在一起 扔緊垃圾桶 所以他們的環保觀念真是 讓我非常震撼 因為我們那邊應該是自己看到 哦有垃圾哦 哦好討厭啊是誰真的 然後就游過去了 沒有人會想要可能把它撿起來 然後就在上個星期 我還參加了藥水的重潛訓練 就是我們每天 就上個星期 從週五到週一 每天下午五點週五 集合在濱海集合 然後一起去到南港運動中 先進行為期 就是長達四個小時的訓練 每天 然後我們那個時候 沒來得及吃晚飯 所以每次回來 就是下完課覺得好餓 那我們去吃夜市吧 吃完夜市回到學校 就已經1點多了 然後 當然那個 我們是開機車去的 所以回來的時候 路上沒有人 我看到地板上寫的是50 然後我偷偷秒了一下 前面的司機 哇100喔 哇 再飛一點 然後 就真的 這也是讓我玩得非常開心的 一個社團 然後一些活動 然後 那 說了大陸 那我在 說了台灣 那我在大陸 一般參加什麼活動 就是 我在大陸其實沒有怎麼參加社團 我比較喜歡做志願者活動 所以 我參加了這個 中國海洋科學協會教育夥伴計畫 比較長 就 因為我們是一個海洋教育的一個組織 然後我是在這裡面做支援者 然後現在已經做到堅持住 我們的主要任務就是 呃 就是宣傳海洋 海洋的知識 還要宣傳海洋的保護觀念 所以我們會 呃 定期舉行一些活動 就比如說 這是我們到紅樹林裡去做志願者 就是也是到紅樹林裡面去檢食垃圾 因為紅樹林是個非常 不知道在座的各位有沒有去過紅樹林 就是一個非常奇特的生態系統 它 它裡面是潮漲潮落的時候 會衝擊到這些紅樹林 所以 海洋是會帶著很多垃圾的 因為隨著 洋流啊 潮溪啊 就會帶著很多垃圾 很多垃圾會衝進這些紅樹林 會影響裡面生態的系統 所以我們 我們會進去把裡面一些素養泡沫 或者一些 魚網啊 就衝進裡面的垃圾把它們緊實出來 然後紅樹林它有個特徵 裡面的泥土並不像是我們採的泥土 而是 類似於 沼澤的一種 一種土地 然後你一腳下去 它會淹土 就是整個泥會淹到你的膝蓋 甚至大土 就真的是一步一個腳洞 還不是一個腳印 就是你 舉步圍堅的走進去 把裡面的垃圾撿出來 雖然就是很辛苦 真的很辛苦 我們那時候還要防止腳被刮傷 那時候就是大家還是 撿垃圾撿得很開心 因為裡面非常陰涼很涼快 就是在剩下的時候去撿 會覺得 裡面真的是 就是避暑勝利 然後我們還會定期 伴隨著 這個廈門國際海洋州舉辦海洋開放日的活動 然後會向市民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上面好多小朋友 市民他們會帶著自己的小朋友來 學習海洋知識 就是要了解怎麼樣更好的保護海洋 然後這是我們在教他們用 怎麼用顯微鏡來觀察 浮游生物就是一些微生物 然後就是在他們很早的時候 就給他們灌輸一下這個要就是 學習海洋啊 海洋是個很有趣的東西啊 讓他們比較了解海洋 然後了解什麼保護海洋這樣的觀念 然後就在 我除了這些支援者 我就在上個暑假的時候 我還參加了一個SOLAX 就是國際夏令營 這個是一個學術夏令營 同時我們還會邀請世界各地的一些海洋學的專家教授 來到這個夏令營跟他們分享 就是他們的研究成果 所以這是一個非常有趣的夏令營 然後我是作為主辦方的支援者 來負責接待他們啊 或者就是在他們熟悉一下周圍的環境 負責接待他們 然後來自21個國家的就是博士生 他們帶著自己當地的習俗 自己的故事來到這裡 雖然只有半個月 但是跟他們交談的過程中 我真的覺得學習得很多 然後這位是來自美國的一位博士生 然後他正職剩下 他穿成這樣 他把自己行李箱裡所有的衣服都套在你身上 因為我們當時學習是坐在空調房裡 他剛好坐在風口的位置 所以每天就穿著這樣子來上課 然後再回去 他就是把行李箱裡所有的衣服都套上來 然後還有這張大家可以看到 可能有點模糊 這位就是一位金髮的外國女生 他是來自葡萄牙的一位博士生 然後這一次經歷非常的搞笑 因為我帶他們去廈門附近一個茶博園 就是來學習 或者參觀我們的茶藝 茶藝的表演 然後他上台他聽不懂中文 完全聽不懂一句都聽不懂 然後他就非常勇敢 他又上台了 他就說我要參加你們的這個表演 因為當時主持人在表演茶道 然後他就上去了 他完全所有動作都模仿旁邊那個人 他自己完全聽不懂那個主持人到底要他幹嘛 然後他走下來之後跟我講的一件事情 我超級怕我的筷子拿不清楚 把那個茶墊也弄掉 他真的是個非常可愛的女生 然後這位這是我偷拍的 就是他是男神 因為我給大家介紹一下 這位他今年22歲 但是他已經是澳大利亞昆斯蘭科技大學的博士 因為他高中用了兩年時間讀完自己的高中 然後又在高中讀完了自己的大一的課程 然後他等於說跳了兩年 然後他的大學只用了三年完成 而他在21歲的時候就已經申請到了他們學校的博士了 就是繼續攻讀PhD學會 然後就是當時有一位墨西哥的女生 她作為老師教我們怎麼跳他們當地的一個傳統的舞蹈桑 就是我們所有人都在 就是結果就是所有人都跳得跟群魔亂一樣 但是大家玩得都還蠻開心的 然後這就是最後一天 最後一天晚宴結束之後 大家第二天就要走 然後我們在學習的地方開party 就所有人就真的是還蠻熱情的 然後沈浸在我們既是學習又是玩樂的這個氛圍當中 就是所以說兩岸我們都有不同的這個 說是社團活動也好或者支援者活動也好 所以我們側重點不同或者說 不夠我們活動也許沒有台灣這邊的社團那麼略行 但是我覺得也讓我學習到了很多 包括就是志願者活動或者 就是像市民宣傳那些那些志願者活動都讓我學習到了很多 雖然沒有那麼熱血但是我也覺得很充實很豐富 然後接下來我來介紹一下就是我們兩岸的學生是有哪些不同 這張是我們宿舍四個人的合照 然後我們宿舍是四個 不能不包括我自己啦 其他三個是真的純大學霸 然後他們每個人 我們宿舍就是在每天晚上十二點之後 宿舍裡才會亮燈才會見到的人 因為十二點之前 我們都在各自的私事室裡面學習 就是會學習到深夜 因為當然有門禁問題啦 但我們那邊的門禁就是比較鬆啦 叔叔開個門呗 我們自習回來 叔叔就幫我們開門了 所以那個時候大家就真的是 所有人都自習到很晚 然後他們三個中間有些人是埋頭於實驗室 他們一開始做實驗就廢勤忘形 根本一個星期可能都見不到他們 人都永遠泡在實驗室 然後有些人呢 像這個女生她就是參加過 廈門42公里的國際馬拉松 她爬上過雪山 她是個非常運動 然後也非常喜歡就是做研究啊 也非常有活力的女生 然後還有的女生呢 她們就是 既是學神又是學生會主席 就各類的獎學金拿到手軟 所以我宿舍的 就是我身邊的同學 他們都非常優秀 所以我想說這些 他們既是我的壓力也是我的動力 就是因為身邊有這麼優秀的人 所以我可以鞭策一直前進 而在台灣呢 我就遇到了藥水社的成員 他們真的是每個人都非常個性鮮明 就是他們讓我見識到的真正是最熱血的青春 也是最無味的時光 然後接下來就是還有通訊系 就是我遇到的 我遇到的我的同學通訊系的大神 然後就在所有人都沉浸在棉花糖節的那個甜蜜氣氛啊 還有美味的粽子裡的時候 我和他兩個人在實驗室裡 從六點奮戰到了十二點 就為了插那些板子 就奮戰到了深夜 我是真的覺得這裡的小夥伴們也非常有探究精神 他們的動手能力 雖然可能學習上的書面成績沒有那麼漂亮 但是他們的動手能力 就是實驗做實驗的能力真的是非常強 然後還有就是跟我一起修機械系 就威控制系課程的非常濃的兩位妹子 就我們美捷克老師聽了一知半解 就唯一聽懂的就是怎麼畫出長方形 怎麼畫出圓形 然後就美捷克老師 依照我們你們把自己課後的作業拿出來展示一下 我們三個人就處於崩潰狀態 然後我們就整個課程的過程就處於一起崩潰一起振作的狀態 所以我們現在正在準備自己的期末中暗 雖然我不知道下中暗能不能準備得出來 但是希望吧我們就是會一起努力這樣 所以我想說兩岸兩種不同的學生的個性 或者說就是不同的兩種極端 有些非常極度愛學習有些極度愛玩 但是我想說這兩類人都給了我非常大的影響 我來這邊交流最大的收穫 就是他們給我的這些影響 是我在台灣結交的這些小夥大 他們真的給我的不同的理念 不同的觀念 然後最後我想說就是來台灣交流 雖然只有一個學期很短 但我還不足以 我甚至連台灣很多地方都沒有去過 但是我想說每一段出來的 出來的這些行程都是一些旅程 都會讓自己變得跟過去 或者就是平常都不一樣 就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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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差不多